连长今天打算为农民说几句话 首先呢今天是10月1日 是咱们建国73周年纪念日 连长在这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生活富强 祖国越来越强大 人民越来越幸福 OK今天要说的为农民说的话 是怎么个情况呢 听我细细道来 前几天呢 这个辛巴和董雨辉之间 关于玉米价格的论战 我简单看了一下 后来呢也有很多人参与了这个论战 和评论了这些事 先说一下小小的细节 辛巴说董雨辉的玉米 六千一个有点贵 辛巴说 自己去地头收 就是七毛钱一颗 或者叫一碎 那么有些人 占辛巴的立场 有些人占董雨辉的立场 还有一些人去蹭热度 有一些人号称背后出刀 那么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他们讨论的都是商家的事 连长今天说的是为农民说话 首先说几个概念 他们在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些问题 一 辛巴的语言 的确会影响到农民的收益 第二 董雨辉说到的 为自己辩解时提到的 大多头玉米都是喂牲口的 这句话我需要解释一下 玉米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在它比较嫩的时候 人是可以吃的 可以食用的 这天底下 没有 我没听说过哪种玉米 在它嫩的时候 人不能吃 只不过是分好吃不好吃 那么 等到玉米长得特别老的时候 就是最后收获的时候 它已经非常硬了 人的牙口再好 你也吃不了 就只能做成饲料 喂牲口 所以它那句话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玉米 是喂牲口的 那个是因为 玉米的生产阶段不同 你不能一杆子打死 因为玉米要真的长到老的 那种程度 百分之百你吃不了 我不是农民 我也没种过地 我也不懂 但是我觉得我理解的 没有问题 大家知道收玉米的时候 最后最老的那种玉米 都是拿钳子去掐的 用钳子掐一下子 感受一下它的硬度 感受一下它的水分 对吧 所以董雨辉这句话 为自己辩解的时候 它是有问题的 第三点 说一下 董雨辉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 说到我自己卖六块钱的玉米 是两块多钱收的 虽然后来有人 有人给它捅刀了 说人家卖玉米的 说了我们是八毛五给它供应的 咱们展起放到一边 就说它后来的有一段话的解释 我是觉得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他说 玉米 我们两个东西收的 卖六块钱 是因为中间需要包装运输 储存 还有快递的费用 还有商家的利润 如果商家没有这个利润 就没有人去做了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句话 不适合说呢 有问题呢 就是你作为商家 你不要去过分强调你的利益 你钱可以赚 我们并不反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讨论的是 农民的利益 你不要把你商家利益 拿出来说 今天连长要说的 前面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这儿呢 大家注意啊 重点来了 人类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 都是为了得一个很好的结论 能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为了吵架而吵架 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讨论甚至吵架 那么这次大讨论 大家对于农民的利益 没有放到第一位上 你们打着助农的旗号 其实你们不过是替代了 以前传统的商业渠道而已 现在的网络 不过就是把以前的总代理 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 甚至零售商 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已 农民要的不是周八皮换成周九皮 也不是胡换三换了胡换四 农民要的是自己利益的提高 以前按照以前的商业渠道 如果农民卖的七毛 你们能让他卖的八毛九毛一块 这才是你们可以叫助农 如果以前周八皮去七毛收 你去了也是七毛收 那你不过就是周九皮而已 我们要的是 你给农民真正带来收益 提高农民的收益 所以我们这次讨论 希望他能形成一点制度 就是政府能够下一个 稍微有点指导性意见的一个办法 就是什么呢 所有打着助农旗号的 你要真正提高农民的收益 如果你们只是周八皮换成周九皮的操作 那么你们不配叫助农 这种也可以叫我骗子 那么 董雨辉之流 辛巴之流 也不过是王八蛋而已 所以连长说 我们不能这么随时变面 就讨论完了 就完事 希望 啊 有人 能够去把这个事 形成一个制度 我们再强调一点 农作物 你不帮农民卖 农民也卖得出去 最期望有国家收购的 经济作物 你可以谈那些问题 农作物你谈不着 不卖给你 政府自然有人收 有的是人收 没有一粒粮食说 卖不出去的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不想卖 所以连长今天说 最重要的 你真正能提高农民的收益 甚至连长 现在在这建议 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制度 关于粮食这方面 提高农民收益的一些办法 所有打着助农旗号的 龌龊的商人们 你们如果没有办到那个事 那你们就是王八蛋 OK 今天国庆节就说到这 后边加一句话 昨天呢 连长发的那个视频 是阴谋论 是写了个剧本 说是有可能英国人干的 那个海底 去炸人家那个被吸管道的事 但是不幸 好像是严重了 因为普京今天说 就是安诺鲁萨克逊人 在背后密谋了 那次管道爆炸 OK 兄弟们 再见